Zither Harp 累了吧 我先送你回家吧 抱歉 我没能把那瓶样品带出来 王翰是出现在实验室外没错 但我想 他应该只是打探我们的动向去的 以王翰的能力 临时起一点一把火 不可能焚烧如此彻底 这个实验室很可能是有自毁装置 起火点没准是来自设施内部 对了 孙和平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也跟来试局了 孙和平 臭小子 看他 小姑娘还带着防身的家伙呢 不错不错 不错 不错不错 他是王翰的儿子 刚被他爸从市里叫回来的 你手机不是在身边吗 报警吧 我去给你当个证人 原来是这样 我去给你当个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啊 我要是被拘留了 你担心的竟然不是我 而是花莎 好了 我知道你是在逗我的 你放心 我不会直接对王翰他儿子做什么的 我的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秩序 保证社会的安宁 怎么会做违法的事呢 但是呀 我一定会让他吃点苦头 给你出气的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你们不是说去村里是专程找我的吗 怎么折腾一天一宿了 也没见你们问我什么呀 不用了 就这里吧 老头子我光明磊落 没什么要为这人的事 我刚才和颜队打过招呼 这间办公室暂时不会有人来 你放心 没有 我不怎么用手机 也没留茉莉的联系方式 原来是想着自己反正也不出村 他总能找到我 谁知道啊 那天我家里遭了贼 我抓了那个小贼去警局做笔录 谁想到那小贼死活不认呢 我们在警局耗了大半天 茉莉等不及就先走了 您说的那个贼 您说的那个贼是不是秋衡 就是他 他竟然说以为变异红心鱼值钱才去偷的 一听就是说谎 我听王汉说是给人过生日 应该是给他收养的那孩子过生日吧 他是想要我养的那几条变异的红心鱼 变异 您说的变异是什么样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变异其实也是茉莉的叫法 在我看来 那些鱼只是比寻常的红心鱼个头小 长不大 茉莉以前拍过变异红心鱼的照片 但据他说那些照片被人偷了 所以他想要活于做物证 茉莉的那场官司前 造纸场就被关停了 海奥森也停止了运营 两边都采集不到水样了 没办法重新检验的话 我这养的鱼就是唯一的物证了 我家里的情况和这案子没关系 你们也别瞎打听啊 名字我没太记住 就知道是个男孩 那孩子是孔茉莉第一次去实验室的时候遇到的 孩子的父母是谁 家在哪里也没人知道 问他是不是从实验室里跑出来的 他也不说 红河村只有造纸场和实验室那边有外来的人 要是来旅游的丢了孩子早就该找过来了 思来想去 那孩子大概就是从实验室里跑出来的 是我发现的 报警也是我报的 就是因为没见到他 又知道他着急要那几条鱼 我就想着我给他送到市里去 我开了家里的拖拉机去山下的客运站 半路就瞧见了茉莉的车卡在了护栏上 哎 我没看到他人就报了警 事故现场 您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吗 没有 我也没感动现场的东西啊 怕给警察绑倒忙 哎 警察那边的证人我当完了 你们该问的也问完了 我就回村里了 哦 孙大爷 我送您 用不着 你有时间呢 还是多陪陪你的小女友吧 结合我在实验室的调查 穆紫悠的身世 我大概能猜到了 结合我在实验室的调查 穆紫悠的身世 我大概能猜到了 嗯 没有这么简单 我怀疑穆紫悠是海奥森工作人员口中的实验品 嗯 我在实验室里发现了四间求饰 每一间上都有编号 从一到四 求饰里只有一张床 看尺寸并不是给成年人准备的 那个实验宾就是我在三号求饰找到的 嗯 此外 你想想之前遇到的乔乔 他和孙和平提到的便衣红心鱼 有什么共同点 对 Galaxy 没错 而且你不是也发现 木子忧比同龄的男孩子要矮一些吗 如果木子忧确实是从海耀森实验室中逃出来的 他被迫接受过药物试验 那我们就可以将线索都串起来了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环保部门虽然对河水进行了进化 但红河水现在依旧无法养殖红心鱼 因为环保部门根本检测不出这种有害成分 是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红河村似乎并没有报告村民有异常患病 我没能拿到实验室里的样品 昨晚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葬身火海 能否拿到实证 恐怕 还是要寄希望于那个达芬奇密码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律师条理清晰 分析得头头是道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吧 先去询问王翰和秋恒 我不喜欢早起 穆紫悠 你让我打破了起床时间记录 做了顽皮的坏孩子 总要付出点代价 不如 你来陪我聊聊天 我知道 你是可以正常接受外界信息的 只是不喜欢和人交流 没关系 你听我说就可以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并不是所有指标 都符合自闭症的诊断标准 所以 如果严谨一点 给你下一个诊断结果的话 你不能算是自闭症患儿 但自闭是你的保护色 你可以用它有效地 规避掉 你不想接触的人和事物 对于你想接触 或者说想利用的人 你很懂得 怎么吊他们上钩 对吗 比如 那个五位的密码筒 我其实一直怀疑 那个密码筒里 真的藏有我们想要的秘密吗 你的目的 只是想让我们替你查清 孔茉莉死亡的真相 帮你报仇 悠悠 我知道 你不愿意去相信别人 大概孔茉莉是这个世界上 你愿意相信的最后一个人了吧 但如果 是孔茉莉相信的人呢 在收养你之前 孔茉莉曾经找你见过的 那位律师姐姐 咨询过收养手续 他们是好朋友 虽然孔茉莉不曾向你提起 但他确实在预感到自己有危险时 留下了一封信 很遗憾 这封信没能及时送到律师姐姐手中 直到上次去你们的家找东西 律师姐姐才看到了这封信 这封信里并没有与仇恨有关的话题 更多的是爱与托付 孔茉莉希望律师姐姐 能为你找到一个合适的收养人 她希望你有爸爸 妈妈 还有一条小狗 希望你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走入校园 结交朋友 你可以在编程领域十分优秀 也可以在画画和写作上 表现得笨拙可爱 人生不只有漆黑一种颜色 更多时候她是五彩斑斓的 孔茉莉希望 那些五彩斑斓的颜色 都能被你看见 孔茉莉如果你想报仇 我们可以帮你做到 条件只有一个 当所有的罪都得到应得的惩罚后 你要放下这一切 走向新的人生 莫 莫 莫义 嗯 我想听故事 好啊 想听哪一本 那个 北欧神话吗 很少有孩子会喜欢北欧神话的 妈妈的礼物 和密码筒一起 我懂了 那你想听哪一段故事 奥丁 智慧 好 奥丁是一切知识之神 但她的能力并非天生 这份卓越的智慧 来自密米尔的智慧之泉 没有人可以不付出代价 就获知世界的秘密 即便是神王 也难逃这一法则 奥丁应允了密米尔的所求 将自己的右眼 留在了泉水深处 换取了一勺智慧之泉 离开时 奥丁折取了泉水之上 那棵生命之树的树枝 以此为谋 所向披靡 但神王并未因强大而变得快乐 相反的 她陷入了忧愁 因为拥有了无上智慧的她 此时亦可以遇见 诸神的黄昏 终将降临 在世界迎来新生之前 结束 必无可避 莫义 那个密码桶的答案藏在北欧神话里 与奥丁和智慧有关 你可以猜猜是什么 北欧神话 你必须要赢 你必须赢 秘密 你必须赢 奥丁 智慧泉水 眼睛 哦 答案是秘密尔 MIMIR 答案是你猜的 我不负责打开 你有时间自己过来取吧 有件事要提醒你 这个密码桶的答案 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如果孔茉莉确实拿到了 对海奥森不利的物证 那也是被藏在了其他地方 她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密码桶上的话 你琢磨琢磨怎么告诉她吧 你是不是把她想得太脆弱了 当然不 只不过 不让女士失望 是绅士的礼仪 我回来了 颜队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等一下就可以见王翰 刚好趁这个时间 把早饭吃了吧 她给你发信息 哦 没事 就是奇怪 她怎么起这么早 调查组的会议大多安排在下午 不就是因为墨议起不来吗 孔茉莉 好了 知道你厉害 我看你就是个小工作狂 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快吃早饭 都凉了 等下你一个人去见王翰和丘恒可以吗 我去找莫义取东西 是那个密码筒 有线索了 我去看看 万一能找到对案子有帮助的东西 我也好及时送过来 你都没觉得累呢 怎么还担心起我来了 这么不相信我的体力啊 没 没有啊 就是维生素片 我们出任务都会随身带着的 随时补充能量 应对高强度的工作 我记得之前来我家 你见过那个药片啊 我去找莫义取 我去找莫义取 被害 空梦里 不是意外车祸死的吗 什么 而且我认为 囚徒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 也未必不能使用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个人利益 与双方共同利益不一致 且双方都很愚蠢自私的时候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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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份检验报告 我从单位离职了 那我也不是全天都在红河村 不是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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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的明明是买论文 买置换剂的人 没有 不认识 不认识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看见了他的车 没看到他人 不认识 不认识 陆总 您好 刘总编来了 请坐 刘总编想喝点什么吗 温辰 给客人安排一下 不用不用 陆总太客气了 那行 我时间紧也不和您客套了 咱们这就说正经事 何印正在考虑四季度的广告投放 我们想合作一些风格更强的媒体 传统的平台都太重规重矩了 不符合何印锐意进取的创新格调 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 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卫明新闻网对海奥森总经理秦山的专访 觉得你们平台挺不错的 不知道刘总编 有没有合作的意向 您这话真是太客气了 能与何印合作 是我们的荣幸 我听媒体部的人汇报说 卫明新闻网的黄金广告位都已经预订给海奥森了 海奥森与我们的合作都这个月就该结束了 如果何印有意向 可以与海奥森一起竞标四季度的位置 我以为刘总编是个文化人 比起经商做买卖应该更擅长文字创作 没想到您打算盘也很有一手啊 竞标是正常流程嘛 我虽然是卫明新闻网的总编 但有些事也不是我说了算的 也是 谈生意确实不该找总编的 其实今天特意请您过来 谈生意还是次要的 那您是 何印集团一直都在大力发展生物制药 近两年我们看上了海奥森这家公司 有意入股 所有商业上的信息该查的我们都查了 那我这个人呢 与人合作更看重对方的人本身 所以我想找刘总编你了解一下秦山这人 刘总编帮了我这个忙 何印的广告自然就不会去找别的平台了 我和秦山还真是有些私交 要不他每天生意那么忙 哪能约得到专访 陆总 您想了解什么尽管问 去年海奥森那个水污染案闹得挺大的 我当时没关注 听说还牵扯到了诉讼 据说是你们新闻网的一个记者 写了假新闻污蔑人家 这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如果海奥森真有环境污染的前科 那何印肯定不会与他们合作 您是问这件事啊 这件事上海奥森真的是无辜的 那两篇新闻稿 是我们平台一个叫孔莫里的记者捏造的 那个案子里 污染河水的明显是红河村的造纸厂 可如实报道的话 这样的新闻不会引起多大关注 孔莫里就是为了博眼球 才故意写污染源是来自海奥森的实验室 也是我审稿不严 一开始还真以为 它是挖到了大新闻 原来是这样啊 能让海奥森一家大企业去起诉一个小记者 看来当时这件事给海奥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可我看财报上写 去年三季度海奥森的盈利还大幅上涨了 这可就怪了 虽然当时来看是对公司声誉有影响的丑闻 但也是让更多人知道了海奥森 这也是我们媒体的作用 一篇报道出来到底是祸事服务 有时候还真不好说 我看去年四季度开始 海奥森就开始与你们深度合作了 这样看来 那个孔茉莉还算是给你们平台创收了 刘总编 可要记得给人家升职加薪呢 陆总不知道吗 孔茉莉已经死了 我怎么会知道 他是怎么了 病了还是意外 是意外 出车祸了 我听说做媒体这行的 很容易招人气狠 被打击报复 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就出了车祸呢 会不会是海奥森那边 哦 不会不会 陆总您想多了 海奥森是告了孔茉莉损害商业信誉 但人家是正当维权的 就算是有人要报复 也是那个叫秋恒的证人报复他吧 秋恒 谁啊 是一个搞环保评测的研究员 孔茉莉掏钱找他做了假报告 诬陷海奥森 这事被海奥森那边的律师发现了 秋恒当堂翻顾 法院才判了孔茉莉败诉 那这个秋恒为什么要害孔茉莉啊 说不通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之所以猜是秋恒 是因为平台写色楼的车库的监控拍到过他 孔茉莉出事之前 秋恒曾经在孔茉莉的车周围出现过 保安还特意向上汇报了 不过当时 可能是发现了摄像头 秋恒什么都没做就走了 这也是后来 我听说孔茉莉是车祸身亡后 自己瞎琢磨的 你明知道有人要对孔茉莉图谋不轨 难道就没提醒过他吗 这 我听说红河水的污染到底与海奥森有没有关系 你先来解释一下这张照片吧 我先来解释一下 我先来解释一下 在陆面的地方 在陆面的地方 我先来解释一下 我会解释一下 我先去解释一下 你先来解释一下 我先去解释一下 VD3F046 这辆车你不会不认识吧 我不认识啊 这是孔茉莉的车 你一边收着秦山的钱 一边等着孔茉莉官司的结果 如果孔茉莉胜诉了 卫明新闻网名声大噪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如果孔茉莉败诉秦山友 那么就算是为了媒体公关 海奥森也要在卫明新闻网 或者说你身上花更多的钱 我刚才说刘总编算盘打得好 没说错吧 您还真是左右逢源 稳赚不赔啊 我 我 但这种事吧 能干不能说 传出去让人知道了 你的名声就算毁了 可就是这么不凑巧 你和秦山见面 被孔茉莉看到了 你捏造虚假新闻的罪名 把孔茉莉开除 让孔茉莉失去可信度 这是第一步 你是不是也想过 让孔茉莉说点事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呢 你不告诉孔茉莉有人动他的车 就是想借刀杀人 坐收渔翁之力吧 陆茉莉莉 你不要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这个词你也配用吗 你自己做过的血口喷人的事情还少吗 孔茉莉究竟是不是捏造虚假新闻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好 退一步说 你真的以为孔茉莉说的都是假的 那么 海昊森作为被你们平台的新闻稿 损害了商业信誉的公司 你们难道不应该道歉赔偿吗 你收秦山钱的时候 不亏心吗 利用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力 罔顾事实 谋取私利 你有什么颜面称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刘昊啊 你用来买奢侈品的这些钱 报税了吗 如果继续查下去的话 是不是就能查出 这些钱来自海奥森 或是秦山的个人账户 刘昊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今天并不是以合影执行总裁的身份叫你来的 我是孔茉莉的朋友 我要查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可是陆总 我真没害他呀 是 你确实没有参与行凶 你只是这场凶案的旁观者 你默示 放纵凶案的发声 你还享受了这起凶案带来的好处 我 我 法律确实没有办法惩罚你 但不代表你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这些证据我会邮寄给卫明新闻网的董事会 你曾经对孔茉莉做的事 你自己体验一遍吧 不过不同的是 不会有人替你申冤 可爹亮相带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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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造纸厂的污染赔款里面 我多给自己分了一些 刚好原来那辆SUV要维修 我就想着干脆就换辆新车呗 这就为了 这就为了 我知道 但我真没见过他 我知道他是孔茜茜 那个案子的关键证人 我当时不说只是怕这个麻烦 我那个时候怕你们在村子里面逛酒了 发觉我这个摊了赔款的事 我就只想打发你们快点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分红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这个和孔茉莉没关系 当初实验室落户之前 我们专门找了环保机构来做评估 当时实验室的排屋是不合格的 是我们帮他们摆平的环保机构 拿到了合格的文件 和孔茉莉没关系 我确实恨他挡了我的财路 但是我没害他 你还要我 律师 秋恒说他要见你 你们不能相信秋恒 你害死了孔莫莉的人就是他 就是他 你莫莉阿姨留下的地址就是这里 他是给你留下了一只宠物吗 密码筒呢 给我吧 你想好了 万一猜错了 这里面的秘密 就是永远的秘密了 我解谜语 从来没有解错的可能 你倒是自信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希望你永远都能这么幸运 我是认真的 安荣大街一百零七号 这不就在孔莫莉家附近吗 应该和我的推测一样 这里面的东西是孔莫莉留给穆子忧的 并不是我们要找的关键证据 那就再找 而且那孩子本身就是海奥森违法的证据 对了 你是怎么确认 在孔莫莉Loft安排证据的人不是穆子忧呢 穆子忧是个高智商的孩子没错 但也只是个孩子 他可以入侵大数据中心 篡改孔莫里的暗卷标签 可收集那些实体的证据 并安排到Loft里 他绝对做不到 这一点我也怀疑过 但找不到线索 穆子忧的心理状况需要治疗矫正 那封信原本是我安排的治疗道具 告诉他那封信是孔莫莉留在Loft的 既能降低穆子忧的心防 又可以试探我们想要的答案 一举两得 不是吗 如果穆子忧曾经去过Loft安排证据 那他肯定会知道那封信是你伪造的 可如果不是穆子忧 安排证据给出调查方向的人 又会是谁呢 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个人是敌是友 还真是不好说 先生 让您久等了 我们查了记录 去年九月十二日 有一位名叫孔莫莉的女士 订了一只英国短毛猫 孔女士付了全款 但一直没有来领猫咪 我们打了孔女士留下的电话 得知孔女士意外去世了 就把款项退了回去 哦 这样啊 那只猫应该是孔莫莉 送给孔子忧的生日礼物吧 那两只鹰端又埋住了吗 没有 是店里新到的两只 我都要了 您确定要两只 是的 只有一只的话会孤单的吧 配套的猫粮猫舍玩具等等 你帮我配一套 都邮寄到这个地址 万一福利院不能养宠物呢 反正他总要去墨逸那里 放那儿养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空机者 空机者 你看这造纸厂赔钱了 海耀森的官司你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 村长 造纸厂有污染是事实 但这不意味着海耀森就没问题 我上诉也不全是为了自己 您想想 如果海耀森继续污染红河水 村民们该怎么办 不仅红鲜鱼养殖无法继续 大家的健康也会受影响 可你上诉的没有证据啊 您放心 我已经联系了专业的生物实验室 会把孙大爷手里的几条红鲜鱼 送过去做检验 到底红鲜鱼变异 是受了什么污染物的影响 等结果出来 我们就知道了 希望来得及 我听孙大爷说 那几条鱼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 您也是太着急了 怎么造纸厂刚一赔款 您就把被污染的鱼都销毁了呢 这不是食品安全部门要求的吧 避免有毒有害的红鲜鱼流入市场 怎么听着像是我的车 可能是被野猫碰到的 没事没事 孙和平他们家门口那条小路的不好开 你就把车放到我们家别动了 等忙完了以后再来取 也行 多谢村长了 我先去赵云翠家 把他女儿做的手工礼物 给他送过去 赵云翠两口子今天出村了 应该是去城里看女儿了 他家就孩子的奶奶在 你也真是好心啊 明知道他对你有看法 你还处处帮着他 他也不容易 我不和他计较 他家有人在就行 我也好把东西留下 那村长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就知道搞你个破新闻 老子的财路差点被你断了 不行 老子要想个办法让你闭嘴 不可能 不可能 妈妈 妈妈 我 停车也不检查 车床都没关 空军战你回来了 不是说去拿鱼了吗 你怎么没有啊 孙大爷家遭贼了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去警局做笔录了 我没见着他 遭贼了 可不是 也不知道怎么 就有贼盯着他家去了 他住的地方偏 村里人都不常去 背景的地方 就容易招贼惦记 那个 赵云翠家你也去过了 去了 赵云翠的婆婆 拉着我聊了快一个小时 要不是这样 我可能还能赶上 帮孙大爷抓贼呢 你来一趟也不容易 要不你再等等 我已经在他家院子里 等了一下午了 我晚上还有事 必须要回市里了 我明天再来一趟吧 真是辛苦你了 孔记者 那那你路上也小心啊 慢点开 这什么玩意儿 我当时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那个人影 就是邱恒 孔记者的庭审是公开的 我在网上看了 我认识邱恒的 我捡到的那个玻璃瓶 我还留着呢 孔记者的车窗它没关 车里还有水杯 八成就是那个 他对孔记者下药了 那个玻璃瓶上肯定还能查到 秋恒的指纹 而且 而且里面还有一小瓶底的 那个液体 我这就让我媳妇送来给你们化验 你胡说 我亲眼看见是你 把孔茉里的刹车片给换了的 警察也说 孔茉里是因为刹车失灵 才出的车祸 凶手是你 你 你 你放屁 他撞上护栏的时候 他还没死呢 要不是你给他下了药 他能越越乎乎地 翻到山下面去 一辆S油温有好几个刹车片 就换一个死不了人的 你 我我我我就是想 吓唬吓唬他而已 我没想要他的命啊 我那直换机奇效那么快 按理说 他没出村子就该睡着了 怎么可能翻下山崖 不用客气 行侦程序本来就该由我们来完成 这个案子开庭时间定下来 我会通知你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会跟谁说的 我会说的 你会不会有出村子 我会不会有水 我会不会有水 你会不会有水 我会不会有水 我会不会有水 你会不会有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我之前打你电话左然接了,我现在在去红河村的路上。 抱歉,我应该留在你身边照顾你的。 那根密码筒里的线索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证据,而是孔墨里送给悠悠的生日礼物。 我去红河村是去找孙和平拿文件的。 这次来我是让朋友开车的,这车本来也是他的。 我可不敢疲劳驾驶,还在车上睡了一觉呢。 没错,一份据说是孔墨里特意留在孙和平那里的文件。 我猜,没准会与海耀森那个实验室有关系。 在我接到他的电话之前,市局派了人去王汉家取证。 孙和平应该是猜到调查结果了,他觉得我们值得信任。 我来之前查了孙和平的详细背景信息,发现他除了住在外地的女儿,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他儿子也是个记者,十年前,他儿子在采访中意外发现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 为了摸清这条罪恶的交易链,他儿子潜入那个团伙作卧底。 当他儿子拿到了将那群人绳之以法的证据时,却因身份暴露,被害死了。 不仅如此,他儿子还被讹传成人贩子,所以村里人都对他儿子的存在讳莫如深。 孙家的人视他儿子为耻辱,不愿意提起,但孙和平一直相信儿子是清白的。 孔茉莉和孙和平之间的信任,也许就是建立在这份冥冥之中的相似上吧。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我听到你醒了,有没有感觉好一些。 饭菜我都做好了,你记得先吃完再办过。或者,今天干脆就休息吧。 孔茉莉的委托说我留在茶几上了,苏壮也已经提交了。 这个案子应该会在刑事流程走完之后再开庭,没那么着急。 我留在你家不方便,先走了。有事打我电话。 孔茉莉和孔茉莉 孔茉莉 至于,我的薄草 你不能从此看着她的东西。 如果爱着兴访朋友说,我会碰到赫山路。 你会认为这个天空的岸位。 你不会碰到你的声音。 你相对的体育。 我将会拍摄你的照片。 请不吝点赏 官司是我打的 这次就还是我打呀 孔茉莉被害的案子 都宣判了 那两个为海奥森 遮掩造假的人都判刑了 媒体已经报道出去了 这个名誉权的案子 明摆着是打不赢的 我不去 你不去 不就等于告诉全世界 巴德尔律所的高级律师 会怕特密斯的初级律师 蔡浩宇 你少说风凉话 你上次不派书给那女人了 我那是一时失误 那你这次去证明一下 自己没失误啊 海奥森又不是我的客户 我才不上赶着去调声率 高级律师就不要提了 你们的金徽章哪儿来的 自己心里没数吗 再不努力 翟星都要考下高级律师资制了 到时候人家特密斯 可是两个货真价实的高级律师 我们的第一宝座 就该拱手让人了 那我就更不能接这个官司了 你是秦山的律师 每年拿着他那么高额的用金 你现在突然说官司不接了 传出去巴德尔还有信誉可言吗 万一对手失误给你机会了呢 再说了 哪个律师没输过官司 那个左然好像就 停停停 你是想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行 我借还不行吗 我为咱们律所 那可真是牺牲太多了 是真的 mist 那j 还想多了 这 sam 这些啊 还要遏 就不见 fer 才是 送来 лег 他没有详尽的资料 不能准确判断药物的特性 出于对报道负责的考虑 他才一直没有披露这份文件 他是个负责任的记者 肯定不想因为自己的推测 引起社会的恐慌 他坚持追查红河村的水污染案 是和我们一样的 想从另一个突破口入手 查封海奥森 不排除是污水里的 有毒成分含量过低 鱼对这种物质很敏感 但人就不一定了 而且海奥森的试验药物 与X03A也不一样 穆紫悠的智力和味觉等 都没有被损害 可见海奥森在研制的药物 要比越河湾那种小作坊高级 当然带来了 给 红河村的张氏造纸厂 确实对红河水造成了污染 但从海奥森的排污口采集的污水中 也检测到了相似的污染成分 可以说造纸厂 可以说造纸厂的存在 是给海奥森做了掩护 我去清零环屏问过了 秋恒在当初的庭审之后 把流荡的水羊都销毁了 他就是怕自己穿帮 不然的话 能再做一次检测是最稳妥的 加油 我和悠悠都会为你助威的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 侵犯孔莫里名誉权案 正式开庭审理 首先由原告律师陈述诉诉讼请求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对原告的陈述是否有意义 本案的委托人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秦山 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庭 本案由本人全权带领 去年七月到八月间 孔茉莉女士发表的 关于红河水污染案的报道 引发了海奥森保健品公司的高度关注 经内部调查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认为 其实验室排放的污水 符合排放标准并未造成污染 而孔茉莉质疑海奥森的依据 出自清零环平的研究员邱恒 邱恒上大学时 曾有过代表论文获利的 学术不端行为 工作后又暗中进行 置换剂的制造与销售 海奥森公司质疑该研究员的 专业能力与职业道德 因此认为他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可信 停审现场 邱恒也承认与孔茉莉 有过金钱往来 法庭因此认定 邱恒的报告不可信 孔茉莉报道失真 综上 我认为损害商业信誉案的判决 是公正的 或许是有人侵害了孔茉莉的名誉权 但那绝不是海奥森保健品公司 我方只是正当维权 本来是我们的目击 我换成家 订了两句话 收索托 在纣个人我判决 带透 耳朵 门 还 酷 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谓的交易照片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 不足以成为向警方举报的证据 也就是求恒自己做贼心虚 才会被哪些照片吓唬 在这件事上 火司的罗宇豪律师 只是用了一些小小的技巧 调查真相而已 收收了孔茉莉贿赂的话 可是求恒自己说的 与罗宇豪无关 你不小心说错话了 无论我方律师是否接触过求恒 求恒收了孔茉莉的钱 是不争的事实 不得了孔茉莉贿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对 孔茉莉可以先许诺借款 以此要挟秋恒 秋恒父亲病重 急需用钱 孔茉莉愿意借 对秋恒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她要是不答应孔茉莉 就可能得不到借款 耽误父亲的病情 因此 秋恒被迫篡改数据的可能依然存在 就算排除金钱交易的可能 秋恒本人学术不端 违反法律 贩卖置换剂是事实 这样的人出具的检验报告 其数据根本不足取信 除非清零环平能够提供水样 对这份报告进行复查 否则的话 用这份报告指引海奥森公司排放污水无人环境 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可惜啊 清零环平没有留下化验的水样 你是不可能复验了 原告代理律师 本庭认为被告的质疑成立 你还有其他证据证明 秋恒出具的原始检验报告可信吗 你什么意思啊 嗯 嗯 粉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对 我查过邱恒留在警局的案底 他说他去盗窃不是为了阻止孔茉莉上诉 他其实就是觉得变异的红信鱼很稀有 想偷来卖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告代理律师的推论成立 本厅认为邱恒出具的原始报告可以采现 即便如此 海耀森公司在损害商业信誉案胜诉后 只要求了孔茉莉道歉并未索赔 但孔茉莉一直拒绝道歉 所以 那次的庭宗盛 虽然以孔茉莉败足告终 却没有对孔茉莉造成不利影响 我认为 这并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本厅许可对于公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不要信口雌黄 原告代理律师 孔茉莉去世这么久了 你突然跳出来替她办案 究竟目的何在 我听说孔茉莉收养的那个孩子患有自闭症 你该不会是想为那个孩子要一笔治疗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庭外调解 私下商谈怎么样 赔偿金嘛 好商量 你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法庭辩论 本庭认为邱恒所出具的原始水质检验报告数据可信 因此 孔茉莉对海奥森污染红河水进行的相关报道并不失真 此前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诉孔茉莉侵害商业信誉案 因关键证人及证物发生变化 庭审结果有待复议 本庭宣判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侵犯孔茉莉名誉权事实清楚 本庭支持原告的请求 海奥森保健品公司需在规定期限内 向孔茉莉家属公开道歉 恢复孔茉莉名誉 居然真的 输给了他两次 审判结束 必停 审判结束 必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心 她很听话 也很配合治疗 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这也就是她 非同寻常的天才儿童 换了其他小孩 天天听你讲那些神秘兮兮的话 恐怕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陆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建合 别忘了 你是我的学生 你夸穆子悠的时候 是不是也承认了你这个小孩特别笨 听不懂话呢 莫义 我听说 整个研究所的数据库都被穆子悠翻了个遍 莫义 需不需要我帮你升级一下安全系统啊 收费嘛 肯定比合影科技便宜 聊得差不多了吧 来接孩子的人还等 往后站起来了 这次词VERScare多了 都在第三集研究所中 地 stayingui 那些终叫 lanç起来 我词答案 那是真的全面有一点 那是特别人的一个人 和表勇 也论你 在ㄷ人的皮底部 我词表现 我们继续 我 天哪 那孩子才多大 太会了吧 律师姐姐和妈妈一样 都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 谢谢你 离开卫明市换个环境 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我们走吧 去基地开会 这次的案件虽然告一段落 但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 官方调查并不顺利 我刚得到消息 官方并未在海尔森发现违禁药物 会是及时转移了吗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去基地吧 是的 我怕密码桶里藏了关键信息 想快点找到破解的线索 当时木子佑信任的人 只有孔莫里 我就只好伪造了一封信 让木子佑渐渐信任你 不过计划执行到一半 我就意识到 那个密码桶对木子佑来说 不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他去福利院的时候 不会不带上 留在那间房子里 大概是因为密码桶和那间房子一样 对他来说 只有悲伤的回忆了 把信交给他 其实也是我对他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至于骗 被骗于否并不在于那封信 是不是真的 而是在于 你到底值不值得孔莫里信任 木子佑在意的 也是这一点 只要你证明了自己值得信任 那我就赢了 事实证明 我没有赌错 对吗 老师 官方调查组 没有在海奥森发现违禁品 舍弃他是对的 没人喜欢不听话的狗 你去医院看看他吧 听说他最近状况越来越差了 是的 他没有多少时间 可这样做 我们恐怕无法甩脱麻烦 监狱啊 哲学里有一个很基本的原理 矛盾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 彻底消灭对方 未必是上家之选 我们要的 只是时间和主导权而已 或许 我们可以放出一些 那个人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